天平的朋友,尤其是天平男,如果遭遇了什麼問題,尤其是經濟財政問題,就會有女貴人幫你 但要有心理準備,背後的代價會非常高 例如,有位女性要你跟她拍拖,要你跟她生孩子,要你入序她的家庭, instead of你娶她入門 大家知道入序和娶人入門是不同的,總之背後就一定,就算不太誇張,可能她肯給你錢,但你要幫她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總之會令到你的精力非常好,令到你真是精盡人亡 如果不是的話,也要小心在你們的生命裏面 再說一次,不論是男女,尤其是男女 在你們的生命裏面,就會有些女人搞出很多淺錢的困難 例如,在你的家庭裏面,可能你的二媽姑姐欠身家,就會搞到大家雞犬不寧 尤其是在職場,因為職場是一個穩困的地方,就會搞出很多風波,令到你覺得很麻煩 剛剛提到一些類似政治聯婚的東西 其實婚姻在這個農曆三月,對於天秤座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OK?你們有機會會訂回,或者真的結婚 但這個結婚,就很大機會是奉子成婚 天秤座不論男女,OK? 又或者呢,就算不是奉子,但可能你們終於就住生不生小朋友的問題,達成公式 然後就生了 這件事令我想起張帕子,因為我以前曾經看過他在一個節目上說 其實結婚呢,他不是一定很愛那個男人,但他一定要有小朋友 而且他說呢,如果要結婚,他就要跟那個男人去律師行簽訂一張紙 就說呢,如果將來結婚,那小朋友一定是歸他的 因為他是一個無愛爆棚的女人 這件事也很有趣 所以如果今個月你們有這些婚姻的東西,是達成公式 但中間也有九成九,會牽涉到一些關於小朋友的問題 例如奉子成婚那些朋友,OK? 但如果你說已婚的人士,你們的關係會增長得非常之好 就算我當你們本身是有時有點不高興 但應該好好趁著這個農曆三月去修補 OK?還有,就著小朋友的問題,你們會達成非常之好的共識 還有,如果我當你們一直在婚姻關係不好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小朋友的問題 例如不孕 不是說你們的關係不好,但有些缺陷 原來你們都非常之應該趁這個農曆三月去看一些therapist 即是那些什麼性治療師,或者真的去調理身體 去看看不孕的原因是什麼 都有望在這個黃金的時候是可以將這件事搞好 另外,在工作方面會有一些新的合作對象 新的員工、新人、新老闆 就是這樣,尤其是如果你們從事的工作 是一些會娛樂大眾的行業 當然,很明顯是娛樂業 KOL,不知道做什麼明星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會和創作藝術有關的 就應該趁這個農曆三月 首先,在一個比較initial的stage 就是進行法律事務 就是去簽這些新人、新老闆 但如果你們說一早已經簽了 那就應該趁現在不要再蓄勢 現在要去發揮 就是將這件事去曝光 可能趁這個時候去推出這個新人 去推那張新CD 讓它開始上網台曝光 無論是法律事務還是show time 都是會非常之好的 最後也和你們說一個非常漂亮的吉日 不是一個是幾天 因為這次農曆初一是在西曆的4月12日 但其實最最最漂亮的日子 你們是有四天 就是初四到初七 即是農曆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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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今次這個影片裡 講的所有好的事情 你們應該就爭取在西曆4月15日至18日 即是農曆初五日 即是農曆初四至初七去進行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m、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彩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re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尖博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即是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系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在我弄了星運那些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